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JavaWeb境界MyBetis框架 那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今天继续完成这个MyBetisDemo项目的搭建 上一节课我们完成了一张表的搭建 下面我们就需要进行MyBetis配置 然后执行查询 我们打开Eclipse的工程 切换到Java视图 我们下面就需要在这个MAN路口这里呢 添加一些代码来进行这个数据库的查询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MyBetis框架是一个OIM映射框架 我们现在想那个我们的表已经建好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我们Java的对象 它的表的映射对象我们需要建立起来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先建一个这个对象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包 那这个包里面呢我们先建一个 student这个class 对于我们的这个表 这边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包呢就是说 其实在那个每个商业项目里面啊 每个项目的这个包结构都是蛮严谨的 虽然我们现在做一个demo呢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比较这个正式的方式啊 我们把这个包结构建立起来 大家也应该现在就养成这种习惯 因为这个包的结构路径啊 其实能够很清楚的反映你的这个项目的结构 更层次 在这个class对象里面呢我们先建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呢会和我们的表 里面的那个字段 表字段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data类型 这个data类型呢我们使用这个 嗯utility data 而不用使用这个sql data 因为呢这个utility data是一个标准的 data用来处理这个呃 关于日期时间的一个标准的对象 而sql data呢是data和数据库交互的时候 所需要的另外一种data封装类型 sql data呢它会保 还有另外一个对象叫timestamp sqltimestamp 它和sql data呢都继承于这个utility data 我们先把这个utility data引用进来 我们然后再看一下啊 看这边有个timestamp的这个数据类型 它们都是继承自这个utility data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ql data 都是继承自这个utility data 所以呢在这个utility data里面它是包含了日期时间 但是呢sql data它就只有日期了 呃所以一般我们在商业项目里面这个映射关系的时候 对数据库的映射的时候我们都使用utility data来做映射 而不用这个sql data来做映射 我们把它的get set的方法生成一下 ok 关于这个sql data和这个utility data的它的不同点呢 其实大家去网上搜能搜到很多 那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告诉大家一点 就像我们一般做映射的时候 OM框架里面我们一般都用utility data去做映射 不会用sql data去做映射 ok 那这个类建完之后呢 我们想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表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面向对象语言里面的这个 建立的这个内存对象也有了 那下面是不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映射关系要把它建立起来呢 ok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配置一个它的映射的一个文件 就是mybetis的一个映射文件 mybetis的映射文件呢 是一种xml的配置文件 它属于一种资源文件 我们一般在商业项目里的资源文件呢 我们会另外建一个目录 啊 开一个新的目录 sauce目录 去来存放这个资源文件 这里我们先建一下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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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文件夹上面呢 建这个映射文件 那在建这个映射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建一个包出来 保证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包结构 呃 这个包结构的话 这个包的那个包名 我们最好是和我们的项目的这个 总的这个包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有一个 我们这边把它叫做 map 至于为什么把它叫这个名字 我们以后 会讲 ok 在这个包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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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一个那个 xml的文件 它的映射文件 我叫student map 这个文件的内容呢 我实现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再敲一遍了 把它烤过来 注意这边有一个naming space 我们看一下和我们的这个包名的结构 要是一样的 检查一下也没问题 好 没问题 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mybetis 给它 呃 框架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来 刚才我们只是引用了一个架包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整个框架和程序啊 结合起来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mybetis的一个总的配置文件 我们同理也是在这个resource下面我们也建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就叫mybetis.config吧 这个文件的内容呢我也是先准备好了 这里呢我就节省大家时间啊 这就把它拷过来 这配置呢我们先不去了解它 嗯 先把它用起来 在下面的课程中呢 会各个的为大家解释这里面的元素 当然大家可能熟悉JDPC的都看懂这边对吧 一个数据库的连接的URL驱动用命密码 这个很熟悉感觉 还有这里指向的一个resource的一个文件 好像刚刚就是我们建的这个文件对吧 而且包结构的路径名是一致的 OK 下面我回到这个主程序路口里面来 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写一些代码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查询工作了 那这段代码呢 我也实际先准备好 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它玩起来 我把其他代码考过来自信一下 我们看一下 把该引用的架包都引用起来 OK 还有一个student没有引用到 看一下为什么 这里没有student的引用 我们看一下这个student的类 哦 这里少了一个修士服public 刚才漏写了 好 在这里我们重新引用一下 OK 加进来 这样没有问题的 嗯 我们首先大概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边有个resource 哎 这个名字好像和我们刚刚建的这个 引用的名字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包的结构 好像跟刚刚我们建的这个里面的 这个包的路径是一样的 对吧 嗯 那具体这里面什么内容呢 就是留在下一节课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mybetis一个工作流程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程序去讲 那我们这边呢 先把它运行一下 先不求圣洁 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marven项目 所以 在运行上之前呢 我们最好是把这个项目给编译一下 用marven的命令 marvencompare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pump文件 哦 这里我们还少了一块东西 嗯 因为我们虽然引用了mybetis这个甲包 但是呢 我们学过jdbc的同学 应该知道我们连接数据库啊 不需要一个jdbc的连接甲包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引入一个 myseco连接的一个jdbc的甲包 这里呢 我也事先准备好了 把它拷过来 嗯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项目啊 给marvencompare一下 到控制台里面去 找到这个目录的地址 找到这个目录的地址 所缺失的仲包 从 配置路径里面来 关于marven的知识呢 呃 我这边就不太讲 因为 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课题 所以我建议不了解marven的同学 还是要去把这些知识给掌握了 嗯 OK 下面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咦 运行有错 查看一下 呃 看这个应该是xml解析的错误 说 前沿不需要内容第二行前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哦 刚才拷贝过来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些垃圾的 预计拷过来了 我们把它删掉 OK 再执行一下 嗯 免心的错误 似乎是这个东西没找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 哦 这个地方要删掉 这个是我前面写这个demo的时候 添加进去 以后会为大家讲解这个database id的作用 但现在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的 我们先把它去掉 然后 再执行一下 OK 这时候就能够正常执行 把这个数据库里的数据给找出来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先讲到这 好 那完成了一个完整的demo例子 用MyBase框架 从数据库里把一个数据查询出来 并且打印到控制台 那下一节课呢 会为大家讲解这个程序 包括整个MyBase的一个执行流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